大家好,又是我Kenny, 溫杰 今次是第三次的《開卷有益》 和之前兩次一樣,都會和大家分享一本《我深愛的書籍》 今次介紹什麼書呢? 就是李天命的《不定名》 好像很奇怪的名字很特別 就是這本書,首先由膚淺的角度來說 它也有幾個很有型的地方 第一,書名基本上是《不定名》 第二,在序言中所說的話 基本上只有十個字 就是《本書不定名》,《本罪不多說》 這個很有型的序言,突顯了李天命的性格 先說一些題外話 在過去我讀書的年代 坦白說,有兩個人對我的影響最深 第一個是張吳祥,第二個是李天命 我想很多在中學時間讀經濟學的 都是讀張吳祥的一些論點 或者他的一些看法 坦白說,我自己去大學的時候 有想過選張吳祥的港大經濟學系 但我入大那一年就是張吳祥退休那一年 所以就無緣選到他的科目 第二,就是李天命 是我當時中學一個老師介紹我看的 當時不是看這本《不定名》 因為當時最有名的本書 是《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我沒有記錯過,現在已經出到五十幾六十版 以一本哲學書來說 在香港能夠出到五六十版 其實相對相對之誇張 甚至乎接觸了李天命的思考藝術之後 一連串,他當時都比較高甜 和比較勤於寫作 很多書都有看到 包括《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哲道行者》 《從思考到思考之上》 《破網》 《煞悶思惟》等等 我都叫做全套有齊 甚至乎是在家裡 但看完最後一本之後 一直都在等 當然不是每天朝思曼想 但每年書展都在等 他何時會再出新書 結果一等就十三年 去到今年書展 他才出了這本《不定名》的書 換句話說,人生有十三年 所以當我知道他出了這本書 我就即時賣了它 亦即時去讀它 看了它 但我建議當然 今次的介紹《不定名》這本書 但我建議如果大家不太了解李天命的話 可以嘗試從第一本 當然他大學時代寫的存在主義概論 可能比較深一點 但比較不太離地的 可以看的是思考藝術這本 對大家的意思來說 有很大的影響性 如果單單說這本書的話 其實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 或者是初半部分 上半場就是思考方法 即是思方學 第二部分就是天人學 坦白來說 後半部分是比較難明白的 思方學說一些語理分析 邏輯推理 一次不明白就看兩次 兩次不明白就看三次 大概上都能夠了解得到 但天人學方面 關於生死的問題 可能真的要比較多 一些經驗 人生的閱歷才能夠看得到 所以我自己對後半部分 也是以短句為主 可能我都要過多五年十年 才能夠完全參考 但在思方學 語理分析方面 其實都蠻好用的 為何這麼說呢 我自己做一個分析員 無論是寫文章也好 或者是分享也好 我都很希望做到一些 邏輯的推理 甚至分享 就不會希望我言論 太多的謬誤 太多的錯誤 我希望做得到 甚至你說 我不是做分析員 又不是做策略師 日常生活都可以用得到 以單單今次的本書來計 其實可以說 有些套路或者思考方法 好像利劍一樣 挺好用的 我拋磚一同說 假設你和人吵架的時間 人家說到最後 不夠你說了 其實都是歡迎不同的意見 這句說話 如何刺破它 什麼叫歡迎不同的意見 這些方法來說 如果你掌握到 一些語理分析的話 原來你可以指出當中的邏輯 或者是謬誤 令我們 說笑地說 吵架都容易吵贏 此其一 第二 要說說利天明 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他是一個芝加哥大學的哲學博士 除了說邏輯厲害之外 他是寫詩的 他甚至有一本詩集叫韓武紀 如果大家記得 有一首流行歌曲也叫韓武紀 因為本身 李天明是來自中大 他寫了韓武紀這本詩集 而林直是來自港大的 而他在其中一首流行曲裡面 寫了韓武紀 所以有些人說 是不是港大和中大的韓武紀之爭呢 這個值得參考 而在詩集裡面 當然今天就不會說太多 但是也想和大家分享 有一首詩叫《無題第一》 我朗讀一次給大家 希望字額沒有太多錯漏 因為都是之前看的 好 《無題第一》 我再沙上寫了一首詩 亦在沙上抹去那首詩 只讓海知道 我再魂裡寫了一首詩 也在風裡抹去那首詩 只讓風知道 最後 我再心裡寫了一首詩 又再心裡抹去那首詩 只讓你知道 我是沒有浪漫的 所以別人說他是一個變才無雙 不單講邏輯 更加一個浪漫詩人 一個這麼出名的人 你可以意會得到 在中大做講師教授的時間 基本上是座無虛席 大家想學羅緝也好 想見證一個傳奇人物也好 都會去中大上課堂 當然我不是讀中大的 但在社交媒體裡面 其實很多過去的片段 是值得大家看的 這方面我講述這本書 內容方面我不會講太多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提及過 他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私科學 而私科學裡面 他主要針對著 現時上 即是以前人家出的一本書 接著做例子 即是粗言說 就是踢爆 或者刀破那本書的邏輯謬誤 而那本書 其實是由我大學的一個教授 還是教哲學的人所寫的 所以為免掀起爭拷 我就引述當中的內容 第二 在私科學的第二部分 就針對一些團體和宗教 做了一些批判 大家都知道 其實過去這十幾年 李天命都會就著宗教 做一些評論 也是比較敏感 所以我也不引述當中的內容 但是想說的是 在思考方法裡面 如果大家掌握得到 是會令到大家 在日常生活裡面 多些分析 多些分析之外 就多些刀破不同的邏輯謬誤 就不會有些無端端的吵架情況出現 為何我說要了解之前 例如思考藝術這本書 有很多基本上的邏輯 不要說邏輯概念 在他私科學或天人學裡面 提出的理念 很值得大家分享 其中一個我自己感受很深 不會再任私放心 是講邏輯 那個理念是什麼 叫做事件實在論 什麼意思呢 今天我去拍攝這個節目 就算用什麼儲存器儲存都好 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都會灰飛煙滅 但是我今天曾經拍過這個節目 這件事實 是連上帝都抹不走的 所以如果你了解到事件實在論 你很多事情都會安穩很多 最重要是曾經做過 究竟是否存在與否 能夠流芳百世都不是最重要 所以這件事你明白到 你就會掌握多很多 所以在他的書本裡 它是一個很整體的邏輯概念 究竟詩方學是怎樣分 當中不同的邏輯的判斷方法等等 當然了 坦白說 在過去四五年 有部分人對李天命的評論有些改變 但我覺得他的學說始終 是其中一本書 是講到出到六十版 他能夠用一個大家感覺上 比較枯燥乏味的哲學 能夠是摺地氣、落地 令到這麼多人看的話 這個一定是非常大的功勞 所以我覺得個別的言論 個別的看法 其實不會影響他著作的可讀性 但是大家要留心 看這些書要慢慢看 它不是一本小說 當中特別是一些邏輯謬誤 不是說一講就會明白 我自己都花了些時間 甚至乎要左看右看 但是它是公平的 雖然他在書裡面 是批判了一些市場上的書本 市場上的一些組織等等 但是因為事後 其實因為這本書 已經這麼說 是將之前一些文稿緝錄成書 所以當他批判了某些書本之後 其實相關作席有了一些反制 反擊的動作 他都放在這本書的尾段 所以我覺得是很客觀地 對一個不是讀邏輯的人 當然了 我其實一定不是一個邏輯 或者是師科學專家 就算我在大學時期 只是讀過一個課程 是關於邏輯 也合格的 所以證明到我覺得 一個合理和邏輯是正常的人 所以看這些書的時候 有一個全盤的看法 你可以先看李天命的判斷 再看相關作者的反制 甚至是李天命的再度回應 整個故事就會了解到 究竟誰是誰非 以及當中我們是否有些東西 可以學得到 如何解決一個問題 如何將言辭判斷得更好 我覺得這本書絕對幫到大家 我深信 如果大家都不是很喜好邏輯的話 要看一些比較悶 比較大本的邏輯書 大家都可能會有些敬而軟之 有些卻步 但是通俗化 看起來挺好笑 當中很多的階句 我覺得是容易吸收 容易看書 不但我今次會推介這本不定名 甚至是李天命的不同著作 由所謂的思考藝術 到這本為止 因為坦白說 經過這本書之後 可能我們又要再等多十三年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看回之前的幾本 用一個初步了解了思考方法 令到我們明辨是非 我覺得代人處世 甚至乎是自己上班 我們牽涉到很多做決定 甚至與人們吵架的時間 都可以看穿當中的邏輯謬 所以為大家誠意推薦這本書 李天命 今年最新的著作 《不定名》